市面上有很多五花八门的左旋补剂 号称可以帮助减脂 那实际上左旋真的有用吗 它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 还是老样子 我们上生活课简单的说一下 假如我们的身体里是一个烧煤的工厂 这个脂肪就相当于比较耐烧的高级煤炭 平时这些高级煤炭是存在脂肪细胞里的 如果要烧这些煤炭 需要脂肪细胞先释放煤炭 然后这些煤炭再经过血液 到达肌肉细胞门口 获得通行症后 然后再由左旋送往细胞的线粒体里 这个线粒体就相当于是个火炉 而这个左旋就相当于送货的小板车 不是很重要 减肥比较关键的点是 你的身体里得先感觉到有需求 才会打开你的煤炭仓库 需要先释放煤炭 然后才有后面一系列的流程 那之前为什么说左旋小板车不重要呢 因为这个小板车还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身体需要的量很少 而且我们自己也可以合成 轻轻松松就可以满足 就算运动量太大 自己合成的不够用了 我们吃的肉带奶里面也有很多的左旋 也可以轻松满足 而且健身人群肉带奶吃的是比较多的 不需要再通过左旋补剂 都要获取了 所以锅量补充左旋并不能帮助减脂 那什么情况下补充左旋是有用的呢 假如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一点昏的都不吃 鸡蛋牛奶也不喝 然后运动量又其大 这时候你吃左旋是有用的 又或者是你有先天的疾病 自己没法合成左旋 这时候你吃左旋补剂也是有用的 另外也有零星的实验可以推断 左旋补剂有一丢丢的扩张血管的作用 可能会增长一丢丢的运动表现 所以说你是一个运动员的话 争这个好理之差也是可以喝喝看的 反正这个左旋也是很安全的补剂 喝到撑也没事 最近说说常见的健身补剂 但我还有什么想听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